们大家好啊 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可这些年来啊 国产剧这个就用各种假操作一次一次告诉观众啊 哪怕就是画面已经送到这个观众眼睛里了 也大可不必当真 以前的一些老剧里啊 那些一眼假的这个道具啊和布景 往往呢是由拍摄年代和经费的局限所导致的 而现在这些国产剧啊 拍摄手段越来越高 经费呢越来越充具 却让观众感觉越来越假了 假呢不仅表现在这个服装道具上啊 甚至连演员的表情呢也开始作假了 有时候吧 观众在屏幕上看到这个演员骑马呀 吃饭呀 背骑呀 抱骑其他角色呀 或者是就是说上半身全部物装啊 都好像就是天身上战一般啊 但是如果不拉一个拳 可以看到一些让人忍卷不见的画面 究竟原因呢 还是剧组和这个演员对观众没有诚意啊 就是说对表演不够用心 假骑马呢 就是说在央视版三国演义中呢 有一场赵子龙单旗旧主的就是这样的戏吧 扮演赵元的这个演员张山呢 这个马术了得啊 而这个剧组啊 也给他呢 就是说长达几分钟的全景镜头 让他就是闲一下身手 赵元呢 就是山穿着颜亏白跑啊 骑着一匹山菜依依的骏马 在乱军中啊 往来冲突啊 威风连连 而这个演员张山呢 也不是在马背上腾挪转身 大修马术啊 让观众大呼过瘾 这样的全景骑马镜头啊 在当年许多老剧中啊 并不少见 那个时候这个演员呢 就是为了拍骑马戏啊 一般都会提前进组啊 就是说先练习骑马 不说就是说 就是说把骑术练得多么精湛吧 最起码就是在这个全景镜头下呢 就是一点也不会就是露气 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再就是说先拍到国产剧中呢 想看一下演员这种全景骑马的这样的镜头呢 成了一种奢望吧 偶尔这个有全景骑马的镜头呢 也常常是替身演员 进行这么一个上阵 这相比于这个替身演员吧 让观众更感到至少受侮辱的 就是许多看似是牵字上阵的演员呢 也是在这样的假骑马一个操作 在亲世黄飞中啊 霍华剑和林仙如在一场骑马戏啊 当时两人就是共成一匹彪悍的黑马啊 霍华剑就是表情坚定啊 林仙如呢 就是说温柔再配上这个鸡翅的骏马呢 确实让人就是心上澎湃吧 观众看完之后啊 觉得非常好奇啊 为什么镜头呢 最多只拍到这个马的上半身呢 他始终不敢给这个全景 也就是说在全景镜头下呢 这个马呀可不是玩思不动的 整个就是搬跑效果啊 都是荧幕造出来的 难怪就是两个演员呢 在拍完之后啊 会尴尬到笑场这么一个表情吧 比如说这个假骑马呢 但很多剧组好歹也是找来了这马 这是现在国产剧中啊 已经就是也算是难得可贵了 现在大部分剧组啊 已经开始用这个道具马来拍摄 骑马戏了 不说现在这个道具水平啊 就是越来越高吧 各种假马道具啊 做得栩栩如胜 变貌也非常飘逸啊 单看就是上半身的话呢 确实让人看不出任何的波展 但是在这个全景镜头下呢 就是让观众啊 不得不就是说 有点奢望了啊 这剧这个武神赵子龙里面啊 有一场就是爆出争议的假骑马啊 连羹仙就是环抱着连羽儿 坐在这个一匹马上 没有一点杂毛的雪白卷马上啊 看画面啊 就是说唯美异常啊 就是说把镜头拉远一点呢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彻底变味了啊 不光就是清澈这样的水景是假的 就连这个白马也是假的 这样的粗糙这个场景里拍戏啊 想必这个演员很难就是入戏吧 怪不得这个剧组呢 播出会被这个全潮演技 就是感觉在尴尬啊 大家先别这个嘲笑剧组 用这个假戏 用这个假的道具啊 因为这些道具呢 虽然就是假的 最起码呀 就是还能用 让来让这个演员 就是说拍戏时呢 找到这么一个感觉啊 更让观众难以想象的是呢 还有许多就是连剧组 这样的道具都不提供的 这个演员呢 在拍骑马的时候呢 就是只能就是说骑空气啊 这个就是材质像 拍摄这样的画面时呢 演员要做的 这就是不停的抖动 上半身就可以啊 相比于当年这个张山伯 三国时候那种马戏 这个演员舒坦程度啊 实在就是说天壤之笔吧 当然了 拍出这个效果呢 给观众的这个战案呢 也是打打打了一个折扣啊 作为观众吧 真的很期待再看到 当年那些进阶的演员 那样的就是说 嗯 山在马上嘛 嗯 急驰而去的这么一个 急爽的身影啊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演员里啊 还有就是一批 优秀的佼佼者呢 能够满足观众的向往啊 比如 吴什么什么 他在剧中呢 但外遇到这个骑马戏呢 都是千次上阵 进行这么一个 骑针马 演员的骑术也是相当不错的 在全景清头香的这个策马扬变 少年义气 这样的感觉呢 一下子就出来了 像这个假吃啊 如果就是说吃饭这件事呢 估计就是没人不会吧 可是很多时候这样的戏顿呢 就是显得有点假吃啊 现在就是说国展剧呢 要拍到就是假都不行了啊 拍摄这个园中歌时呢 只见这个杨银呢 清新的夹起食物啊 往嘴里送去啊 却在离嘴边还有一大块距离的时候呢 停下了手啊 然后就是张开嘴 开始做这个咀嚼的这个状态啊 咀嚼的这么一个动作吧 演了半天这个吃戏这样的食物呢 都没沾到嘴唇里啊 但是这个演员呢 根本就是说没法入戏啊 无法演出这种吃到美食的这种喜悦啊 让人看到了这一幕呢 就是说观众默登口大雅 瞬间丧失了这种继续看下去的 这么一个兴趣吧 一些国产局呢 就是说不光吃戏动作很假呀 就是说设定上让人感觉与存在疑惑吧 在这个东北局先生中呢 有一段就是说男主啊 在出租车上吃泡面的戏啊 编剧可能就是想凸显打工人的这种 生活艰苦啊 时间紧张啊 必须在路上解决吃饭的问题啊 这个出发点就是说没问题啊 但是为什么选择在车上吃这个 堂堂水水的这样泡面呢 哪个司机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类似的还有就是杨英在电视剧中 我的詹朋友啊 饰演了一个就是入不熬出日子结局的小演员呢 可是观众就发现啊 这样的角色呢 在剧中就是租的竟是豪华的这么一个大房子啊 单纯就是住的这个好就罢了 毕竟确实人虽然就是说收入不高 但对于居住环境呢有一定要求 但是看到他吃吃戏吧 更难以就是让人羡服这个角色的设定啊 显示信员卡已经透支 一边吃着这个几十块钱的 自热小火锅当晚饭啊 还要演一个一副这种委屈 狙协的样子啊 说着就是说只能吃小火锅 这就剩下就是让人普通人完全没有代入感的代色啊 一边显示啊就是说信员卡已经透支一边吃着几十块钱的 自热小火锅当晚饭啊 还要演出一副委屈啊 结局的样子啊 说着只能吃小火锅 将就一下啊 这种让普通人完全没有代入感的这么一个台词 不得不说呢 这个剧组啊可能真是没有体验的 我观察过普通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啊 也是真正没有吃过这种生活斑驳的苦啊 才会排出这么一个不接地气 非以所思的知己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有诚意 有计较的风神及吃戏是怎么样的啊 在电影啊 时辰中呢 周星驰扮演着一个命运转集之下的落魄石神 这个时候的他饥饿渴渴望自卑 这个火锅节呢 在这个时候将一碗热汤汤茶烧饭呢 送到他面前 可以说这碗饭呢 不仅能填饱他的胃 更让他就是重新拾起做人的一个钻研 如此吧 就是这段戏呢 就是对于演员要求极高啊 而且这个周星驰呢 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就是他用心奉献了一段 催人泪下的这么一个演技吧 周星驰就是拿起这个碗呀 在火锅节的注射下呢 越吃越快 入目三番的演出了这个角色 几天没有吃饭 饥饿感和这个心里是委屈啊 与这个感激的感觉 就是一台演员 已经就是满是泪光了嘛 已经是泪光 然后呢 他还就是说 把这个战兽上的一个范例呢 一粒一粒舔干净 然后观众啊 看到又鲜切又鲜酸 一下子啊 就缠建在了这么一个剧中吧 现在这个国产剧呢 不光还能看到这样的演员 出现这样的灵魂之戏了 甚至就连这个真吃了 就是还难看到了啊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